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州投資會 Hello,Kelvin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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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有國龍證券投資經理方澤翹和Kelvin聊天 大家有什麼留言下面留言問 就幫大家轉達機會 這個時候就播一下試 今天恆指收報20619點,升了833點 成交今晚1539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兩會即將揭幕 中國PMI勝預期,科技汽車內房股 交給Kelvin說一下未來的走勢 剛兩中全會閉幕,現在兩會即將揭幕 怎麼影響港股手勢呢? 有什麼要留意呢? 看回今天,今天升得不錯 恆新指數今天升破833點 近這兩月都少見了 自新年之後,港股其實都積弱 今天這麼大棍,你看到港股來棍 我仍然有幾年錯的升幅 也升穿了一條10天用平均線 20,425點 走勢也是技術上向好 因為已經升穿了10天用平均線 第一個的阻力位也升破了 看看會不會升穿20天用平均線 20,879點 今個星期升穿20天用平均線 走勢全面都會走好一點 因為預計一兩中全會都有一些新消息 可能會帶動到港股一個升勢 所以我相信港股來說 在之前二萬點刷穿了之後 可以守得住 現在升回到這個位置 我相信港股走勢都會向好一點 還有今天的成交都比較大 今天好像是1300億 我記得剛才看 大家都可以留意著港股有機會 在教育日子還有得升 我覺得港股暫時來說 還沒見到那個 還沒見到頂著的 因為今天低開就高收 應該是接近最高點收市 833點 今天是1500億 今天成交 很大成交 所以3月1日是一個頂好的 因為期間結算了之後 昨天再最後再夾一夾之後 今天就反彈了 是 那現在有什麼版法 絕對要看清楚呢 之前比較大落後的一些版法 我之前都說過 例如一些918 3690 我看到 今天都升了 雖然不是 不錯 今天3690是升了近5%的 是啊 兩者都升了5% 其實3690接近5% 142.8 原來是906%還多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 在低位那裡 已經找到一個支持 例如390 之前都說過 130多元 是近期的一個低位 就是要破這些位置 是比較難的 因為最低的時候 恒生指數 11月的時候 都是121元而已 11月的時候 但是現在 你已經 下去130多元 還想怎樣 是不是真的要跌到100元 你才去買 是吧 所以你現在暫時來說 還是要看好 不過有一點點 你淡因素 過幾天 就是大股東有審物 派給他們的實體股東 所以 未知情況是怎樣 可能還有一點點沽額 所以說如果真的害怕 不如轉隻 9-100 9-100 今天就升了5.3 5% 就回到183元 我覺得都是一些近期的低位 就算 之前來說 都是 開始的時候 今天都是174元 其實相比 其實都是說 11月的低位 145元 其實相差 都是說 30多元左右 都是20%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兩隻 是比較低稅的一隻股票 因為其實相比之前的低位 其實真的便宜 星期四 星期五 就會出業績 預計 其實業績 都不會怎樣看好 不過 去展望未來 他扔了100億出來 去做一些補貼 相信也有一定的成效 始終他們一些科網庫 反而利潤是其次 市佔率和收益 反而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因為他們的增長速度 已經減慢到單位數字了 我相信他們這次的市佔率 為了搶佔 翻多多市佔率 因為他們的市場下層情況 也看得挺重要的 所以拼多多看到第一、第二、第三个增长 也有很大的增长 到30%、40% 所以抢战班的市占率 真的要跟他们拌钱出去比拼 但是不是100亿都拌出来 就未必会 有很多水分 可能叫商家又拌一些 每个都拆益成球 可能是30多亿 所以我相信拌钱出来也是一个口号 真正拌出来可能是30多40亿就搞定 只是宣传计量 所以我觉得对京东的影响性 不是很大 拌100亿出来 这些170多元就有支持 有机会上10天用平均线 大概在190多元 这些位置我相信也会有机会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先留意这些位置 两会呢 两会未来的作用 可能未来的经济增长 或者其他维稳措施 未来会带动到什么板块 真的很值得看呢 也有的 我相信两会一定第一件事 就是先围回房地产 那看到昨天那些房地产 跌到一跌一跌 884跌到去 看看 昨天跌到去 差不多到百毫半指 3380 看见到今天呢 都仍然是一不错的声势 最厉害的是一些大东西 2007 碧桂圆 8% 始终呢 内地来说 现在够大 就不够小了 始终呢 因为大型房企 你的资产仍然都比较优质的 所以来说呢 你说之前有些风险的话呢 我觉得呢 例如碧桂圆这些 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 其实今天也体验了 内地房地产的分化 一些大型的农户 这些一类的股票呢 其实呢 升势比较大一点 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呢 始终的质素比较高 就算在银行借贷 都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他们始终有地 有房 所以借钱那方面呢 就没有 之前的旭徽啊 这类的小型房企 那么难 所以今天升市的话 全部都是大型房企 所以大家要留意着 买股呢 就一定要买大型房企 我相信 它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一点 那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物馆 仍然都是 的福都很不错 是啊 那几只呢 其实那些物馆呢 其实呢 都升了一成 真的 是啊 6098 那这个我也持有的 973 啊 这一年的股票呢 都升得挺不错 所以873 就是世贸 那今天都升了6.6% 那所以 那些物馆呢 我相信呢 它们再到大一点的机会 就不大 所以可以考虑一下 升这么多的时候 那就是 是不是不是很适合的 入货位呢 过了一个时机呢 还是 未来两会 其实越升越有呢 因为今天 最重要是高收嘛 你如果 升800点 跌到400点 最后收市400点 那你才发而怕 反而呢 升800呢 就站得稳呢 如果呢 连个期指都站得稳呢 那真的呢 明天再到呢 有资金进来的机会 我觉得比较大一点 那反而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讲过来讲 始终 资金流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 那升了成 就是在高位收市 也都很对于 每天 市场支撑 有一定的支撑度 那所以 明天如果跌的机会 我反而觉得是比较小 就是会回调 那又算回调比较少 可能800点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要这么怕 是回调到200多点 糟了 这次又怕跌过了 我觉得呢 不需要这么急着 反而你要看着一些支撑位 大概是看着 那个10天的平均线 如果真的跌穿了 考虑呢 就可能会减持一点 那不然呢 都仍然站稳了 大概2万来500点左右 我觉得港股仍然有机会向上 就是暂时呢 虽然今天是第一棍升了 上海上升800点 大家都很害怕会不会回调呢 那我相信呢 回调的机会就不会太大了 好 我们看看今天图表先 因为就 你们现在出众消费 内税 所以就有一些内税股呢 虽然其实呢 因为我昨天的数据 至昨天收市的数据呢 其实是一般的 过去一个月呢 那就狠狠的跌几个百分比 那就是9毛9内税 这类的内税都跌成了 几个百分比 但是我看到今天 比如说有啤酒啊 或者亚泰啊 或者几个猜忍股呢 其实都涨了5%以上的 是啊 你看到那些内税股呢 真的有些挺大的反弹 那就是9922 19毛9 大家知道呢 我比较喜欢的这类股票 那最接近呢 都涨了20元了 那形势呢 就不是说 真是很差的 那海底洞已经升了3.6% 那反而呢 你看到呢 海底洞呢 有个裂口高开 就是前日 裂口高开之后 都站稳50千用平均线 21.5% 那如果挨近这些位置 反而呢 就是可以入市的 就是海底洞 因为看到 它呢 业绩呢 也都转盔为盈 相信呢 它最坏的情况 也都可以过渡了 那9922 那现在暂时升了7.8% 那我要看回 大概呢 十天要平均线 大概是19.4% 你才去入了 因为始终呢 它最近都升了 它有急一点 也都没有裂口 就是叫做有个支持位 那暂时我会看回 19.6% 你才去入市 我觉得始终呢 内需也是反复复的 也不会一夜升得这么急 那看一下 其他用品股 也是内需的一种 23.31 那今天呢 有一棍呢 就傲了上去 那升了6.7% 那也是呢 近期来说 看到 它那个股价呢 都今天呢 都比较好 那之前呢 跌得比较深了 那由差不多 81元 就调整到71元 那其实呢 调整的幅度也不太多 那相比其他股份 它也是调整了十多个% 那有一定的硬度 那如果你买入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70元 69.5元 大概 10天要平均 69元 这些位置 去考虑 去入市 始终呢 这些用品 我也是看 喜欢的里灵 比较多些 那2020 你看到呢 它调整了 就不是很多 那 调整得呢 其实都是由123元 但是它调整到 其实 昨天都是 现在是110元左右 那直播率呢 我觉得呢 刚才里灵比较高一点 始终它呢 那个 市占比较高一点 所以 我们先减一只里灵 比如咸酒湖呢 润啤今天都升势 非常之好 润啤最后是超过8% 其实都差不多了 大家都 看一只华润啤酒先 291 291 今天升了8% 反而差不多到顶了 润啤就真的呢 我觉得呢 有点超买 因为 说到顶位 之前的顶位只有63元 现在呢 62.5元 我觉得 不是很直播 这些位置 除非它先打穿 这个位置 否则 它已经去到近期的高位 之前的密集区 都是这些位置 说到去年的差不多 2月份 其实这个位置都充不过 所以觉得再度充破的机会 看来 就不会是很大 那选择呢 不如选择一些便宜 就是股值低一些的股票 润啤啤酒 看来都是一般般 那看一只青岛 好吗 好 青岛看看多少号 青岛呢 就是168的 那 暂时都在做80元左右 那也是了 近期一些高位 也是很难 充到这些位置 其实很明显 看到有一定的股額 在这 81.3 就是之前81 差不多接近82元 这些位置 已经有比较大的股額 所以今天 看到它 也不是真的股升了 其实有几个顶位 都是差不多 这些位置 上年的7月 8月又做过一次 曾经上到80元 近期来说 一月份 又去过一次 回调下来 今天又上去 80多元 这些位置又见顶了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追入一些啤酒股 始终它见顶的机会是比较多一点的 我觉得不要追入了 这些股票 不理解 那不如看一下豪导股 那 是的 澳門刚刚宣布了2月的博彩西货 是岸年增长了3成多 去到103亿澳币 是超预期的 所以今天就带动了部分賭股 午后就升幅过大 是的 看到这些賭股其实都做得挺不错的 那几只的一些轮头都升得挺不错 是银河 叫做弱一点的 都已经是升了3% 其他例如200 这些股票其实都升到上10.4 那近期呢 其实呢 豪导股也是在高位陪回的 看到其实呢 豪导股呢 永远都是调少少而已 就不会调得那么多 就算是新豪国际 他也是高位是11.3%左右 近期最低都是跌9.5%左右 再跌下去呢 看来机会就不太大了 所以看到了 第二天呢 就反弹了 就是今天来说 反弹了10.4% 所以豪导股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自己 逢不下 就可以吸纳一些优质 我比较喜欢 例如 新豪国际 1928 这两只 因为看到它的波动性 仍然都有 因为有波幅 例如金沙女27.6% 这些位置 就考虑去进入 我觉得还有机会 这两年的 葡导股呢 有去铺顶 虽然 他们的 叫做 叫做 赌州 真的要去到2024年 才会复偿 去正常的一个水平 现在虽然 看到那些收入 都在升上去 但是要复偿 最快 去到2024年尾 你才会见到增长 现在大概是正常的收入 一半都没有 老实说 暂时 所以说 你都要等到明年 你才会去回正常的水位 那 那 豪岛股呢 是一个挺不错的办法 我觉得 仍然都有机会 再上一阵 那 那个概念都没炒完 那我觉得 还可以上了 如果 譬如 香港今天开始 就 不用戴口罩了 接着 会不会有关 譬如香港福尚 经济 其实将来 会不会有些 本地的消费股 都会带动得到呢 戴不戴口罩 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时候 就真的 可能 E-mail股有关 是吧 那 你看到 现在 整个化妖做 发生了一些消费股 可能美女就少了一部分 对吧 那 看看周大福 1929了 那 暂时来说 看到升了2% 就像我刚才所说 就是 戴不戴口罩 或者限聚令 其实 都没有什么 对一些本地消费股 有明显的一个上升 我想最近主要是受惠消费券 是啊 所以你见到 其实升了一个浸费之后 其实 没什么说 挺大的升幅 连同内地一些的 其实一些的 消费股 或者一些旅游股 都见到 今天都不是很上升 中国中面 1880 它穿了一半天用平均线 大概今天 其实升了2.7 又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 你真是这一类型的 一些的復常股 其实呢 那浸炒完之后 都差不多了 水没了 都已经 差不多了 那再上升的机会 看来呢 就不是太大了 因为始终它一段时间 它是整固的 那现在都是过了 例如10天8天 那我觉得还有很久 它做整固 才会炒上去 那可能在大概200元 这些位置 是中国中面 始终它呢 我觉得是復常股里面 挺不错的 因为 其实呢 它復常 其实之前来说 它主要是靠海南岛 这一个免税店呢 的收入而已 不过啊 你说的復常之后呢 又北京啊 上海啊 成都啊 这一类的一些 就是免税店呢 也都成为它呢 其他的收入的来源 所以啊 我相信呢 在中国内地復常之后呢 和国际接轨之后呢 有机会呢 就这些免税店呢 有机会上海 但是呢 好像现在呢 内地民众呢 外国呢 都要有一些医学证明的 嗯 以我所知啊 所以说 人家出去的话 有医学证明 你进来 那你人家过来的话 那就搞回来咯 那些报复式的一些行为咯 所以说 你说 这一类的股票 是不是真的 之后呢 它有机会弹上去呢 是有的 不过都要少少时间呢 去作出一些的调整 那它才会弹上去啦 那所以都要耐少时间呢 做等待啦 那暂时来说 都要挨着200元左右而已 那么 那看起来780啦 同情啦 那今天也是 升了5.6% 那它是升得好少少的 那看一下 十五个 十六个半这些位置 可不可以打穿啦 那打穿的话呢 其实明天来说 就可能有机会 就再上一格的 那 那同情旅行呢 就比较好少少啦 那因为见到呢 在那个250天涯平均线呢 都有个支持在这里 大概一十五个半啦 那今天呢 就受得住啦 那进一步呢 那进一步呢 挑战一百天涯平均线之上 如果明天呢 仍然都升的话呢 这只呢 可以一小准去吸纳了啦 其实汽车股今天都升了 都挺厉害的 因为北京今天就继续实施 新龙车的 新龙车的致换补贴 那接下来的电动车股 你怎么看呢 有机会炒炒落后的 因为始终 其实他们都比较低迷的 那虽然呢 那我最喜欢就是这只 2015了 那见到它二月份 交付量是升了呢 按年呢 是增长97.5%的 那里计呢 其实呢 已经去到呢 28万9千 那其实它呢 有整万六架 其实已经是不少了 见到呢 就是 就是 那三小汽车里面呢 我就比较 那一只 那小鹏汽车呢 那小鹏汽车呢 就还未公布 那今天升到9.6% 不过你看到呢 它仍然都是低位 徘徊的 小鹏汽车 那么久来说 其实整个升势来说 都没达到它 它仍然都是三十多元左右 到处升到最高 11月底 就是已经是高位了 叫做11月底的时候 那也是说 升到上去47 接近50元这个位置 48元 在这个位置 那很快就对回来了 那暂时来说 虽然今天的升幅挺好 但是也要看他们 一月份的交付量 那小鹏汽车呢 就好像12月 就得几 一月份的时候 就得几千架 一万也不到 那零牌 我还不要说 只有千多架 那是叫做 2015呢 叫做 就是做得几不错 才得过万 所以来说 我看好就比较了 你上汽车 那看完这1211 1211 今天还在224元 升到6.2% 那也看回50天涯平均线 其实这只股份 如果明天仍然升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持有 比亚迪 那有机会升到大概 250天涯平均线 是235元 所以这只股份 是可以去考虑一下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讲了很多板块 感谢Gaver的分享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